我想看看如何用春卷皮煎年糕 平時吃年糕用雞蛋油煎很油膩 今天我用白鑊不用油煎年糕 我們用的材料是春卷皮和年糕 先切年糕 我喜歡切一條條 我不喜歡切一塊 我喜歡切細細條 好像小指那麼粗 春卷皮我會把它切成長方形 剛剛包著 我現在已經包了一些用春卷皮包著年糕 然後我們會用白鑊 即不用油 不用用羊炒 不用煎 把年糕放在鍋裡 把年糕放在鍋裡 因為年糕一熱就會軟 就會黏著春卷皮 所以不用加油 也不用加蛋 好了 你看到了 現在的春卷皮有些金黃色 看到嗎 其實它是脆薄薄的 crunchy 是比較好吃的 這個就是春卷皮千年糕 吃下去 皮脆薄薄 裡面的軟 好像Mochi 很好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